全纪委熟悉的王思聪 他的每个举动 每句话都值得粉丝们信心回味 最近王思聪的炮红对象 一直都是冯小刚 而这次已经转换对象了 这次是红头半面天的陈志龙 事情的情形是这天陈志龙的纹身 但是国家面前无偶像 今天因为萨德事件 两国关系一度紧张 陈志龙宣称 若祖国需要我可以随时入伍 此行为了很多中国粉丝人不满 王思聪作为代表炮红 这是第三次了 陈志龙是韩国人性组合比克巴的队长 不仅许多迷妹们对他的才华 则在胜战 就连杜海涛按出了杯比 也是他的铁粉 可见他在中国的人气 那么王思聪直接对待开炮 就不怕遭到众网友们的抵制吗 当然不会 王思聪是谁 王思聪直接说 就几个纹身显摆 滚回韩国去 然而就很久之前 王思聪第一次嘲讽陈志龙 说诗言的陈志龙和自己的游戏经历很像 实际是在嘲笑他长得臭 但是不得不说 校长第二次嘲讽陈志龙 是因为一条狗链子 这条链子并不是普通的引链子 亦是日本高桥武郎的链子 贵不说还难卖 王思聪从不自己炫富 都是拿狗的炫富 而很不巧这条链子竟然是陈志龙同款 据说陈志龙很喜欢这条链子